这一杯 谁不爱 谁不爱 瑞幸咖啡第一步 先找明星代言 小蓝杯讯息向病毒般传送朋友圈 充分运用大数据管理 瑞幸咖啡只能用APP下单付费 完全不能以现金交易 再选门市自取或是专人外送 第二步高额补贴撒向群众 注册送一杯的老招 累积第一批客户 再以拉一正一的赔本促销 迅速累积会员 四个月激增130万客户 在分析客户的口味与消费地区 一来可以研发修改商品 二来寻找适合地址开店 一杯咖啡价格定在人民币20到30元 鉴于星巴克与速食店的价位之间 根据统计 48%的客户是24岁以下 而九成消费者34岁以下 年轻人相当买单 顺风市服送来特别快 预计11点13送到 大概11点多就送到了 以北京地区来看 小蓝杯一半以上的门市 距离星巴克不到500公尺 外送服务效果加倍 有71%店面服务范围 与星巴克重叠 逼得星巴克在5月中 喊出要推外送服务 店面看起来并不大 店内也只有少量的位置 提供给顾客座 单就深圳一间八平大的店面 单店日评效达人民币1562元 是星巴克的四倍 接着瑞幸还告星巴克遗状 指控他涉嫌违反大陆反垄断法 法院已受离此案 小蓝杯带着互联网DNA来势汹汹 也为大陆咖啡市场开启新战局